《伏》 这个字是读个耻辑 耻夺 有时我听见有些人读错 就受因为一个舐艇 就以为是个帝字 其实这个是耻辑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解除了一件衣服 所以它是一字边 这边其实是个声报 这个字是读个诗 为什么呢 古书说虎之有角者也 老虎长着角就叫做诗 你什么时候见过老虎有角呢 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 有些野兽好像老虎那样 老虎那么恶 还多多一只角 一只独角的老虎就是诗 无论如何 现在就没有这种动物了 但是这个字就会拿来做一个声报 比如在上面加个竹字头 就读个池字 大家知道呢 做过中国的外交部长杨洁 池就是竹字头穿个诗字 不要了这两片竹字头穿个老虎都可以 都是同样是个池字 是古代的一种用竹造的吹奏的乐器 加个E字边 E字边就是个C 这个就是耻夺的耻 本来穿在身上的衣服被人脱了 就为之耻 那你本来有的职位 被人拔走了 也都叫做耻夺 所以义员本来有个耳直 耻夺了他的耳直 不过现在呢 我们就流行叫做DQ就多些 那原来DQ呢 和耻夺都是一样解法的